大家好,欢迎来到包装一点通 这一节跟大家分享 BOPP-PE符合带能够抗低温吗 所谓的抗低温也就是指能否经受住冷冻 因为对于冷冻而言 它的温度一般是在零下十度到零下二十度 而冷藏也就是在零度到四度之间 所以说对于普通的要求 也就是说做这种冷冻水饺 就是说这种材质 就是否能够满足冷冻水饺的要求 而BOPP-PE这种结构 广泛的应用于冷冻水饺 速冻水饺 这个是效果最好 然后成本最优的 当然它这个结构呢 就是说BOPP-18 然后进行印刷 再通过胶水符合PE 可以做到五四六四 这个厚度呢 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要求来去做 对于一公斤或者一斤装的这种BOPP而言呢 就是符合带而言呢 五四或者六四的袋子就已经完全够用了 或者做到七四八四 你要效果好的 那么BOPP符合PE的CPP这种薄膜呢 它就不耐低温 因为虽然是BOPP和CPP都是聚饼锡材质 但是因为BOPP薄膜经过双向拉伸 它的分子定向了之后 BOPP的耐寒性极大的提高 而CPP薄膜就不行 如果用BOPP和CPP这种结构做搜冻水饺 它带的就会产生破裂 直接就是破大 不耐低温 不耐冷冻 那么这就涉及到CPP薄膜和BOPP薄膜的一个区别 因为不同的加工工艺导致区别 当然你说CPP薄膜的粒子和BOPP薄膜的粒子 其实是不一样的 它做不同的薄膜 它分子这个排号呢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本质上它们都是聚饼锡 加工工艺不一样 会导致CPP薄膜 BOPP薄膜 排质性能不一样 在这里呢 跟大家分享到此 好 谢谢大家